現在時間早上10點多 我現在人呢來到老橘白這邊 原因呢是因為我們今天要去露營 那在露營之前 因為我的CIF-300很久沒有換機油了 所以我這一次呢 特地在出發之前呢 先來給他換一下機油 那我們這次換的機油呢 有別於以往 我們這次換的呢 是國光牌賽車級4T的1410 那其實啊 我的CIF-300拉力呢 距離他上一次換機油 已經是大概多久以前 很久以前了 里程騎了4000多塊5000了 也已經很久沒換了 那這次來把它換一換之後呢 我們今天準備要去北部的領道 司馬縣領道跟司馬縣360的露營區 現在10點多嘛 換完機油之後出發 直接往苗栗那邊前進 那到苗栗了之後 我們過一個晚上 隔一天 因為苗栗附近那一帶 其實有蠻多領道的 像是大南領道 或者是宏萊領道 司馬縣領道 好像都在那附近啦 印象中 這一次呢 輕鬆就好好的來放鬆一下 好久沒有錄影了 稍微來給他錄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這次換的這個 國光牌賽車級全合成機車專用油 14時 支持國產在地產商 換了國光牌的 他就是中油 所以品質呢 基本上應該是蠻OK的啦 很多人加油一定也是加中油指引 很多還非中油指引不加 對不對 YoYo我是魯特 這次在出發前換的機油 國光牌賽車級4T全合成機車專用油 SN10W40 國光牌 國家品質保證 安心信賴 如同剛剛說的 很多人加油 也是非中油指引不加嘛 品質 自然也是有目共睹的 而這款國光牌賽車級4T全合成機車專用油 SN10W40 符合日本的JESO MA2 以及美國API SN國際規範 可以有效潤滑 以及清潔機車引擎 延長使用壽命 應該是穩穩的 他現在已經被脫褲子了 然後現在在漏油 把原本的機油給他漏掉 等等你就要換上去了 之前你都是幫我換什麼的 我幫你換他 我也是換1440的 你也是換 也是1440的 對所以應該是ok啦 而10W40這個數字 相信很多人看到了之後 應該還是會覺得不煩煩 10W指的是機油的低溫流動性 W就是Winter啦 流動性越好 在引擎啟動的瞬間 可以快速流動到需要潤滑的部位 而4040呢 指的則是基油在設施100度時的年度 年度越高 數字越大 對引擎的保護性也越好 不過相對的 引擎運轉起來的阻力也比較大 在台灣 算是一個蠻常見的番號啦 很適合台灣全年的天候狀況 以及在市區裡面 長時間走走停停的駕駛型態 大家想要換機油可以來找他喔 不要 哈哈哈哈哈哈 像你這樣找 已經不行了是不是 照不住了 照不住了ok 大家想要換機油不用來找他 國光牌機油也致力於環保 在這罐油的品身上 材質使用了環保材質 永續環境 愛護地球 你是有換過國光牌的嗎 喔大概15年前 那時候 哇15年前那時候你幾歲 30喔 沒有啊 哈哈哈哈 到地上 哈哈哈哈 不要啦不要這樣啦 所以15年前那時候 20歲 20歲 哇 好年輕喔 這樣聞起來怎樣 來 我來聞一下 沒有就機油的味道 就乾乾淨淨的金黃色 金黃色 帶一點點的螢光綠 今天換完之後 我們出發的時候呢 我會順便來測試一下 這個機油的使用心得 大概換起來之後 騎乘起來大概是什麼感覺 震動有沒有減少 里程呢 我盡量會把它騎到能越多是越好的 這樣才有那一種 你在測試機油的感覺嘛對不對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 國光牌的機油呢 換上了車 等一下呢我們就準備要出發了 那一路上呢 我們預計的路線應該就是台三線 然後往北上 要準備出發 換完機油我們也準備正式出發了 跨上車 從擁擠的台中市區出發 天氣很好 但是車子很多 所以其實騎的有點阿札啦 打算在市區先把油量補滿 來到台灣中油直營加油站 剛剛換上的國光牌 塞車及機油 在2023年的3月之後會正式開賣 那時候只要是在全台的台灣中油直營加油站 都可以買的到 甚至還有快速保養中心 提供我們即時換機油的服務 加油順便換機油 以後環島一次來個兩圈 也沒有問題了 加完油從台中市區到台三線 這段路雖然我們是在市區騎乘 需要走走停停 紅綠燈非常多 但是因為機油才剛加進去 整台車相比換油前 順暢的非常多 不管是進檔還是退檔 都是十般順滑 轉速提升的速度也變快了一點 油門也變得更輕了一些 轉多少給多少的感覺 這次重新騎在北台山上 距離上已經隔了好幾個月了 我還記得前一陣子 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騎著台三線 而這次重新騎回台三 第一個感覺就是 哇 跟剛剛在市區裡面塞車 果然就是完全不一樣 好騎 路 又大條 騎在台三我用著我平常騎乘的速度 因為我平常的騎車習慣就是順順的騎阿 所以在4-5千轉的時候 是我覺得最舒服的一個區間段 所以大部分的路段 我都是用著大概4-5千轉 時速大概70幾巡航 直線的時候偶爾會超過6千轉來到7千轉 從4千到7千這個區間 感覺到車子運轉起來很順暢 印象最深刻的是 引擎的聲音 比原本沒換機油的時候更安靜了 是 洗完了台三線 我們接著轉進了這條苗六一 在Google地圖上的名稱 矽道邦道 這條通往矽道邦部落的小路 才剛轉進來 就讓我覺得 真的是矽到不能再矽 這條路的起點就是有一片片的草莓園組成的 這裡沒有寬闊的風景 就連公路上的視野也很有限 路幅大概也只有不到3公尺的距離 不過到這裡都還不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還是這一條接在西道邦道後面的領道 司馬縣領道 整個行程最精華的路線 我想就是從司馬縣領道開始 騎在這裡根本就是柏油路版的林間衝波 廣角鏡頭可能沒辦法拍出來那種往上騎乘的感覺 但是現場騎在這條路上 真的是很有樂趣 雖然叫領道 但還是非常推薦大家 有機會一定要來騎一趟這條 柏油領道 有著平到不能再平的柏油路的同時 兩側也有著領道般的景觀 這次馬縣領道上騎乘了大概半個小時 接下來我們也準備進入了最後一段的產業道路 在這裡來一個世紀大迴轉 踏上這段斗上的水泥路面 而這一段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應該就是這個路面騎起來真的很過癮 因為這次是一個露營的行程 所以我們後面都載了不輕的重量 吸在這種陡坡以及水泥路面上 每過一個坑 我的桌板和後箱就會跳起來一次 然後一直發出哐嚷的聲音 一路上老實說真的是蠻陡的 不過幸好最後在抵達露營區的時候 東西都還沒有掉下來 前面那一座山好像是我剛才在網路上好像看到 細邦道山喔 反正有一個邦字 就是前面這個 有一大片岩石裸露的地方 這裡view真的很棒 而最後一段的產業道路 一開始我只用一檔往上騎 在6-7000轉騎了一段時間 說不正就真的太唬爛了 因為我們還是騎在水泥附裝路面 這一段正道爆 正道我完全不知道到底是因為路的關係還是引擎的關係 倒是在面對上坡的時候 油門吹起來相比以前更輕了一點 吹起來不會那麼的緊繃那麼的吃力 某些小直線的路段我也試著把檔位提高 用23檔搭配低轉速來騎這個上坡 在換了國公牌的機油之後 我覺得低轉的時候的那種感覺 就很像是我在台三線上 用巡航的速度在騎乘的那種順暢 少了很多抖動感 而這一點在我們露營玩的隔一天 體會可以說是更加的明顯 而另外的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早安 現在時間已經早上的六點多了 那我們現在呢人剛起床 後面的風景真的超級美的 一早起來的時候 據說後面的那個天空的層次是非常分明 非常散的 大家都說好像來這邊就是要看雲海 可是很可惜 今天來的時候天氣太好了 一點水氣都沒有 所以連雲都沒有看到 萬里無雲的天氣 從這邊到這邊 全都是萬里無雲的天氣 那我們現在呢 準備要去騎個車 到營地的隔一天呢 就是要出去稍微給他晃一下 在經過了不知道多久之後呢 我們終於準備要出發了 昨天因為我們來的時候 騎的那條路 它叫司馬縣陵道 雖然說整路都是柏油路啦 不過沿途的那個風景 我覺得還是算不錯的 但是老橘白剛才說 我們來到這邊之後呢 看到這個風景 還會想要再繼續看嗎 我覺得這邊的風景 還是比下面的風景好看很多 不過即使這樣 我們還是要出去騎個車 好吧 隨便亂晃 Let's go 隔天一早 我們東西都還沒吃 就急著想要探索隱區附近的小路了 所以在把車上的東西卸下來之後 我們也輕裝 準備探索一下附近的區域 司馬縣陵道 這一條在日治時期 為了開採森林資源 進而僻借的道路 原長超過47公里 昨天我們騎的路段 大概只有它的不到30% 所以一早我們在離開露營區之後 直接沿著無名產業道路 回到司馬縣陵道上 一路沿著司馬縣陵道騎乘 風景優美空氣清新 是我在這段路上最大的感受 在騎乘了將近20分鐘之後 我們也來到了這條 林道中的林道 大湖溪林道 這條林道中的林道 入口處在司馬縣陵道上 其實在我們騎在司馬縣陵道的時候 差點錯過這個入口 原本的計畫 也沒有打算要進入這個林道裡面 結果當我們看到路牌 確認有路徑了之後 我們又再一次不約而同的一起回轉 然後接著開始探訪這條 大湖溪林道 林道的入口還算寬敞 一眼就能看出來這裡平常也是有人在走的 越往深處走 雜草也會一瞬間多了起來 也不能說是雜草啦 其實 很像是那種在熱帶叢林裡才會看到的蕨類植物 還有很多長得很高大的芒草 這些植物分佈在整個路段 長得非常茂密 在進入的時候 就有一種自己好像進入了一個叢林的感覺 林道的路面主要是由碎石路面組成 這次我們來到這裡的時間點 稍微尷尬了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裡長時間濕氣都這麼重 還是因為前一個晚上有下雨 所以整段路面幾乎都是濕滑的 林道中間還會有好幾段有水坑 對於這樣的路況 騎起來也是非常刺激的 而換了國王牌的機油之後 騎在這條林道上 基本上因為我真的是慢遊行 所以在林道裡面 長時間都是低轉在騎乘 時速也平均在2-30 享受著林道裡面的風景 只有臨時興起的時候 才會給它騎到5-60 在面對引擎撞風少 溫度提高的狀況 我覺得也是同樣的順暢 震動也同樣少了很多 進退檔 一樣的斯斑順滑 各位朋友 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個 我們剛才在司馬縣林道上面 然後我們經過了一條大湖溪林道 看到路牌之後 雖然我們兩個都已經騎超過了 但是看到那個路牌 馬上直接掉頭 因為看到林道兩個字 雖然我們是騎在司馬縣林道上面 但是看到了大湖溪林道 還是受不了 就騎進來了 這邊有一座橋 我們現在把車停在這個橋上 橋的旁邊 喔 真的是一個秘境 這個秘境真的非常棒 看得出來溪水很清澈 然後其實我覺得有一點深 那這邊有一個木頭 倒叉 叉在水裡面 非常的棒 非常的有意境 最近的天氣真的都是這樣 我真的超喜歡這個天氣 超讚的 既然這條林道呢 都叫大湖溪林道了 我想 這個溪呢 應該就是大湖溪吧 我也不去 哈哈哈哈 不然他幹嘛叫大湖溪林道 我覺得應該就是大湖溪了啦 雖然說昨天在換機油出發的時候 我覺得車子還是有一點正 但是經過了我騎這一小段林道之後 給我的感覺呢 我非常的肯定 昨天車子還有點正呢 是因為 載很多行李 行李真的載太多的關係 因為當我騎在這條林道上面的時候 基本上我都是用比較低轉的方式在騎 二檔 一二檔 然後大概四五千轉 三四千轉再騎 今天的情況呢 就沒有昨天出發的時候那麼的正 反而騎起來呢 在低轉的時候是很順暢 很穩定 就是沒有什麼震動的感覺 所以騎起來是很舒服的 那高轉呢 因為我們剛才在騎司馬線林道的時候 我有特地把檔位降低了一點 然後大概用六七千轉的方式再騎 騎起來呢 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所以我對這次機油的感想呢 還蠻好用的 不過里程 它到底耐不耐用 會不會很容易衰退 這一點呢 等我們之後回去了之後呢 我會再去騎一趟長途的 來測試一下它 等一下呢 我們就準備要出去了 Go 騎完這條林道之後 我們回營去把帳篷收完 接著再從大湖騎回台中 但是這個時候來回的里程 大概只有150幾公里 所以騎完這段路之後 我隔一天又想說 阿不然來騎個長途 來回一下台南市區好了 最後把里程騎到了接近600公里 我覺得在從苗栗回到台中之後 出發騎在西濱上面 往返台南的時候 真的是被吹爆阿 冬天在騎北上的這個路段 真的是風超大的 之前騎西濱其實我一直很不喜歡變換車道 即使前面有車 我大多時候還是會選擇待在後面 因為如果是逆風 又要超車 油門真的是蠻吃力的 從台中一路騎到口湖 稍微休息了20分鐘 接著又繼續騎著61 最後接84下麻豆 一路大概兩個多小時的路程 騎乘起來我還是感受不到有什麼衰退感的 最後在換上了這罐機油之後 三天的時間 到現在我一共騎了600多公里 我覺得這罐機油 整體來說不管是在冷車發動了之後 還是在低速的騎乘 接近300公里的長途旅行 還是短距離的0到騎乘 表現都非常好 雖然說目前使用的總里程只有600公里 但是未來我還是會持續的使用它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